15日封面过后冷气团南下北部冷道除夕低温下探11度 中央气象局11日表示 12与13日各地天气温暖 高温将达到25度以上 部分地区高温接近30度左右 14日起有封面接近 全台有短暂阵雨 15日起封面通过后 大陆冷气团接着影响台湾 最冷的时间点预估是16与17日的清晨 北部低温下探11与12度 中南部也仅13与14度 这波冷空气影响可能会持续到除夕 普发现今6000元行政院会经将通过特别条例最快2月底入账 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宣布开春后将普发新台币6000元 行政院会11日拟通过采取这项措施所需的特别条例草案 草案额度上限为3800亿元 除普发现今外 也纳入总统蔡英文指示的 加强韧性经济方案及电价补贴等适用范围 草案通过后 将送立院审议 根据行政院评估 若草案能尽早审查并三读通过 且配合普发现今需要建制的系统行政细节顺利 透过线上先填写账户的民众 最快2月底就能看到现金入账 美日加强战略结盟规划部署反舰飞弹吓阻中国反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日防美与美国总统拜登误谈 据美国官员透露 美与日将宣布把驻扎在冲绳的美国陆战队改编为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以便最迟在2025年能快速前往艰困而偏远的岛屿作战 这个作战团将配备反舰飞弹等先进武器 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能攻击中国船舰 同时 日本决定自行建造长城飞弹并采购美制战斧型飞弹已作为过渡武器 也将提升反击战力 向中国船地不会对其侵略举措毫无反应的讯号 中国控日韩差别对待入境旅客入华停发日韩公民短期入境签证 继南韩要求中国入境旅客挂上黄色入境卡 被中国网友批入华后 中国媒体报道 9日搭乘航班降落在日本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 被发放红绳吊牌与其他旅客区分 日韩两国针对中国加强边境管制引发中方不满 中国外交部10日宣布停发日与韩两国公民赴中国短期签证 这项措施再度点燃民族情绪 大批中国网友叫好 11日 中国进一步宣布暂停给予韩与日公民过境免签 报道指出 原先外界关注秦刚接任外交部长后 中国战狼外交的风格是否发生变化 然而随着接连的报复性措施 这样的期待可能落空 2005年来最强风暴肆虐加州16死豪雨降雪又将侵袭 美国加州近日遭暴雨侵袭 数周以来的极端天气造成至少16人死亡 法新社报道 倾盆大雨造成洪水泛滥与公路干道关闭与树木倒塌 有汽车驶驶和乘客被冲走 还有一名5岁男童在加州中部失踪 根据电力供应追踪网站数据 十日加州约有16万户家庭与企业停电 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居住的蒙特斯托镇遭大雨侵袭 当局已下令疏散 预计还会有更多雨雪袭击加州 杨子琼或金球奖最佳女主角从香港女搭载成好莱坞影后 第八十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十日在加州洛杉矶举行 华裔女星杨子琼与在越南出生与有华人协同的美国影星观季 为以妈的多重宇宙 分别拿下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 杨子琼八日刚以妈的多重宇宙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十四届国家评论协会 奖颁奖典礼拿下最佳女主角殊荣 是这座奖项45年来首次出现亚裔影后 如今再获金球奖肯定 更被看好入围好莱坞颁奖纪压轴的奥斯卡金像奖 原能会主委谢小新职场性骚遭免职送监察院调查 原能会主委谢小新去年被指控在任职单位有性骚扰与霸凌行为 行政院11日公布调查报告 指他在选任及面试部署时涉及性别歧视 包括对部分女性部署有警钉注视与过度接近或肢体接触 以及评论女性部署的身材与化妆或衣着打扮等言行 构成敌意性工作环境的性别骚扰 行政院表示 谢小新得知此案调查结果后请辞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则认为 他的不当言行影响公部门声誉 情节重大 及其免职 并移送监察院调查 林金贵涉枪杀运将判无期定验 缠送16年三度逆转在审后无罪确定 男子林金贵被控在原高雄县凤山市枪杀王姓继承车司机 警方将他逮捕 不采信他的不在场证明 依募集证人指证等事证移送 立审军依杀人等罪判处林金贵无期徒刑定验 但在审或判无罪 在审更一审又改判无期徒刑 案经发回 高雄高分院在审更二审去年改判无罪 最高法院11日驳回检方上诉 全案定验 台湾冤狱平反协会指出 在被关押9年后于106年获释的林金贵接到通知时在工作 仅低调感谢法院判决还他清白 林金贵依刑事补偿法规定预料可获得900万至1500万元的冤狱补偿 长荣空姐转职考进台电与杰组队比赛登10公尺高电感 台电11日在高雄训练中心举办技能竞赛 今年共121零名员工参赛 其中30岁以下的达400多人 创近年新高 除夺奖老将父子党首度同台参赛 更有曾担任长荣空服员的台电空姐蔡珊妮登上电感 她前年与姐姐蔡婉晴一起考进台电 吞去装法与高跟鞋的她 现为守护电力的配电外线技术员 此次首次参赛 代表新竹区营业处角竹配电外线项目 与姐姐一起参加5人的队伍 而这支队伍共3名女性成员 展现台电女力 海保署调查蓝羽海洋底漆生物新记录32种 行政院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于2022年委托学术单位针对蓝羽海域底漆无脊椎动物进行物种普查 发现32个蓝羽新记录种 包含21种甲壳类与7种脊皮动物及4种软体动物 其中小双零食尾更是台湾的新记录种 海保署表示 首次的调查就已记录超过150种个体 且蓝羽新记录种约占20% 凸显出蓝羽在地形与环境的独特性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时间深入探查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